大家看到有些急凍豬手,我已經溶雪了 除了急凍豬手之外,我也有一瓶滷水汁 我已經用了五年,所以滷水汁是非常好吃的 當然,如果跟外面專賣的滷水汁,滷水大腸,滷水豬手,那些店鋪比較 我這個五年的滷水汁當然不夠人家那麼好吃 只有五年都不錯 水滾了,我們就放些白醋 看到有些薑,就煮了些薑水,就放些白醋,大概是兩湯匙 好了,我們就把我們的豬手倒下去 下醋的好處就會令到豬手不會太肥膩 我的貓聞到,當然很想吃 一直叫,我們可以用它,大概滾它五分鐘 為什麼呢?最主要就是讓它的血水滾出來 好了,現在的豬手已經滾了五分鐘了 我們就可以撈它出來,然後放在冷水裡 洗一洗它,先吃一口 令到豬手又沒那麼肥 好,我把我的滷水蛋再加一點水,然後煮滾 把滷水料倒下去,令到它會香一點的滷水味 因為始終我的滷水蛋都已經用了一段時間了 所以滷水的味道就會變淡了 但當然了,那個肉味就真的很好 因為已經五年了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經常說呢? 滷水蛋越久就越精緻,越久就越好 好了,現在我的滷水蛋連同滷水料已經滾了五分鐘 我就將剛才飛過水的豬手放下去,一起煮 好,我們就煮它大概是二十五分鐘 所以你會加一條數就是五分鐘,連同滷水蛋 現在再加上豬手,再滾多它二十五分鐘 總共是半個小時 我們調整個是中細火 好,可以先煮一下 好了,已經煮了半個小時 現在我們就可以看看豬手究竟的軟度夠味 我覺得就OK了 因為如果大家想吃很軟的,你就可以煮多一會兒 不過我覺得不適而煮得太久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只用滷水去燜了它 但是我們不會就這樣吃的 如果你說不,我就純粹吃滷水這個味道,沒問題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會再用蠔油、豉油糖 再去燜一燜它,用來煮一些菜式的時候 如果我們現在燜得太軟,到其時煮的時候就會爛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已經夠了 我們現在就把豬手拔起它 好了,用滷水汁燜了的豬手,現在放在碟裡 我們可以把它放在冰箱裡,放在冰箱裡 需要用的時候拿出來用 如果不是,現在馬上拿來煮也可以 你說不是,我已經用滷水燜了才可以吃的 是的,不過如果你想用滷水燜完才可以吃的 那你就要在滷水汁的鹹味那裡自己要調教 那現在我這個,就是因為我用滷水汁滷完之後 我還沒拿來這樣吃的 我會拿來再煮其他菜 所以那個鹹味那裡,我會略略調低一點點 即使是沒那麼鹹,為什麼呢? 當我煮一些菜式的時候,我會因應那個菜式煮什麼 然後我會再加味道下去的 好了,如果說想那個色水再漂亮一點 其實我們可以在用滷水汁滷的時候 我們可以加多一點點的老抽 這樣就滷出來的色水會更好一點 還有就可以即時吃 但是我現在呢,因為因應不同的菜式 所以我是不會加老抽的 好了,現在我就燒熱鍋 好了,先調一下中小火先 加油 就不用加太多的 差不多了 好了,調一下中小火 最好小一點點 那我現在呢,就放大約一湯匙的砂糖 好了,用到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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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就炒它 慢慢就炒它 不要心急 然後就炒它 開始,用到小火 這樣可以炒它 不搬它的火 對呀,用到小火 當然就炒到小火 所以我這樣油會做 就要炒到小火 就讓它炒到小火 全部炒到小火 現在就炒到小火 砂糖已炒至金黃色 現在可以把豬手倒進去 要看到这个色水很漂亮 然后将我们预先调调的甜豉油加入 加入粉水 加入大半碗的滚水 加入中火 先炆10分钟 好了,10分钟了 现在就试一下它够不够腍了,看你想要多腍 我认为这个最适合我们吃 不过为了煮给妈妈吃,就要再煮下去 再加大半碗水 大概可以炆多20分钟 假设我们炆好了,我们同样可以把它放在边角 当我们要煮的时候拿出来煮 刚才我说用滷水的就是纯粹说滷水的吃法 但如果我们来煮其他菜,就用这个 已经炆好了,再炆了一次 加了豉油,加了咸盐,够了 然后我们就放在冰箱 现在因为要煮给妈妈吃 所以呢,再煮多它20分钟 好了,时间到了,差不多了 好了,现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慢慢煮到它收汁 色相不是很漂亮呢? 其实呢,刚刚大家都看到了 我用那个滷水汁去炆的时候,没有那么深色 我就用了些砂糖油,炒到糖色 所以炆出来呢,现在大家看到的效果是非常之漂亮的 色是很漂亮的,而且很亮的 所以呢,用那个炒糖色的方法呢 出来的效果就更漂亮的 好了,那至于这个味道呢 慢慢收汁的汁了 我们现在先放小点火 好了,那如果大家觉得好像不够咸 这个时候你可以加少少的蚝油和生抽 如果你觉得我还是喜欢吃偏甜的 那现在已经可以了 就知道了,收干的汁可以上热的了 好,熄火上热的了 说这么快呢,我们这一味呢 红烧猪瘦就已经完成了 但是大家说,哎,我就想炆好一些 放在冰箱可以吗?可以吗?可以 好像现在这样,当我不吃 放了它,然后拿保鲜袋或者保鲜盒 放在冰箱,需要的时候 举例我们陆公仔面 可以拿出来,放进去,又可以吃 又或者呢,我们可以拿出来之后呢 解冻,跟着我们做一些 譬如青椒呀,红椒呀,还有些洋葱 拿来煮这个洋葱、猪瘦也可以 所以其实就很似乎你想怎样煮 或者想怎样吃 那现在呢,我们就这样拿来吃 都很好吃的 大家不妨自己试下